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没演技就别尬吹,把刘诗诗与杨子方一起做比较,差距一目了然。 很多人对演艺圈的明星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而近来,刘诗诗和杨子的表现成为了热议话题。 有人称赞刘诗诗的外貌,但对其演技提出质疑,相对而言,杨子则备受称赞。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两位演员的演技差异,以及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差异。 近日,演艺圈再次掀起一场关于演技的争论。 刘诗诗以绝美地外貌而非生娱乐圈,但与90后小花杨子的演技相比,刘诗诗似乎显得逊色许多。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两位明星的演技水平,以及观众对他们的不同看法。 刘诗诗一直以来都是内地影视圈的佼佼者,他的甜美外貌让无数粉丝为之倾倒。 然而,最近热播剧《一念观山》中刘诗诗的表现却引起了观众的质疑。 在剧中,有网友发现刘诗诗在表现吃东西的场景中显得有些尴尬,甚至被批评演技拉胯。 与此同时,90后小花杨子的演技却备受好评。 他凭借一系列优秀的表演作品迅速崛起,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在与刘诗诗的演技对比中,杨子展现出更为自如和出色的演技,获得了更多观众的认可。 杨子的成功并非仅仅在于他的演技,更在于他独特的个性和深厚的表演功底。 观众发现,在各种角色中,杨子能够巧妙地将自己融入角色,展现出出色的表演实力。 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杨子在娱乐圈中别有一番洞天。 在演技的较量中,观众是最公正的评判者。 刘诗诗与杨子的演技差距究竟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的个人观感。 然而,演技终究是一门需要技术积淀的艺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于好演技的敏感程度是无法掩盖的。 演技与外貌同样重要,观众对于演员的期待也更加多元化。 刘诗诗和杨子各自在娱乐圈有着独特的魅力,但演技的差异仍然成为广大观众讨论的焦点。 无论如何,每位演员在自己的道路上都在不断努力,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有更出色的表现。 演技之争或许永远无法终结,但正是这样的争论,让娱乐圈变得更加精彩。 全明星,全开卖,全新场馆,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三全贺新春。 领略了双十二的狂欢,吃完了冬至的水饺,看过了平安夜的烟花, 越来越重的新年气氛提醒着所有国人,2024就要到来了。 未来的一年是龙年。 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年对我们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各大头部卫视更得对跨年演唱会高度重视,不遗余力。 而过往数年来一直站在C位,引领风潮的江苏卫视自然不会甘于人后, 即将推出以更好2024位主题的群星演唱会。 12月25日,江苏卫视官宣了第三批明星阵容,又一次带给了观众满满的惊喜。 三轮盘点下来,发现此次演唱会的阵容非常豪华且多元。 周华健、陶者和林俊杰这样级别的华语传奇巨星,走到哪都不缺鲜花和掌声,以及妹子们的尖叫。 可以想象,现场注定会产生强劲的回忆沙。 而张亮颖、邓紫棋、周深、薛芝谦、毛补义和丹依纯等佳作不断,国民认同度极高的当红明星,正值各自的黄金年龄, 他们势必以自己的精彩表演点燃现场,让观众的热情一路水涨船高。 一红就是20年的李宇春也不藏了,已确定加盟, 至于他是不是依旧压轴演唱,这个大家可以先猜测一下。 而综艺王子刘维,国风乐团自得琴摄,因电影《风神爆红》的青年演员于世, 人气小花巨静一和孟子一等,也将以自身的独特魅力,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演出。 都说众口难调,江苏卫视这样的全明星阵容,老中青的合理搭配, 歌手曲风与气质的多元呈现,再加上背后的顶级配乐与舞美团队, 带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听觉福利及心灵震撼,确实有极大的想象空间。 2023年,是中国正式结束新冠,开始全面发展的一年。 在克服了各种困难之后,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各地的演唱会也成爆棚之态。 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个别艺人因涉嫌假唱,令自己的人气与公信力受到了不小冲击, 你说这是何苦呢? 江苏卫视多年来一直强调全开麦,真唱到底, 对于半开麦,修音和对口形等行为绝对是零容忍。 作为经营状况出色的国内头部卫视,荔枝台的选人标准非常严格, 犯不着为了人情而让不合格的歌手跑来刷存感, 而能够得到江苏卫视邀请的明星, 也断不会拿自己的声誉与虔诚开玩笑。 这自然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事实上,像李宇春、张亮颖、周深和靴之谦等, 已是多次出现在了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现场, 他们的专业水准毋庸置疑, 与江苏卫视的深度合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情歌教父陶哲多年来的首次加盟, 想必也是对节目组过去工作的高度认可。 这已经是江苏卫视第七次选择在澳门跨年。 不过,今年的表演场地放在了能容纳更多观众, 硬件设施更为完善的银河综艺馆。 在2023年内,这个场馆已经承办了多场演出, 见证了很多大场面。 当然在2023年的最后几个小时, 他将将用一场星光异议的演唱会完美收官, 同时又将开启全新的2024。 过往几年, 江苏卫视极具科幻感和未来气质的舞台设施和AI装备, 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有效烘托了节日气氛。 如周深与邓丽君的跨时空对唱, 五个王源同时出场表演, 邓紫棋在演唱《Gloria时经线》、 《芬海奇观》等, 都见证了高科技对演出的加分。 相信在全新的银河综艺馆内, 观众得到的高科技体验和惊喜势必是更多的。 用奋斗点亮幸福, 用歌声传递梦想, 江苏卫视从未让观众失望, 也从未让自己落后。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